Nomad Capitalist在最新发布的2024年度护照指数中 加拿大的护照全球排名第36位 总分102分 同斯洛文尼亚同日本并列 这个排名考虑了五个因素 包括免签证旅行 公民纳税 国家公民的感知 获得双重国籍的自由和个人自由 加拿大护照在旅行方面得分172分 但在税收方面得分紧20分 显示加拿大公民可以透过搬迁来避税 加拿大护照在感知方面得40分 双重国籍得50分 个人自由得30分 相比之下 瑞士在这个指数中排名第一 总分109分 美国则同巴西同乌拉圭并列第44位 总得分99分 加拿大护照的这次排名是 指数中最低的一次 之前在1月份的排名中曾经名列第七 这份报告不单只考虑旅行特权 还包括纳税 生活自由等方面 向上成为全球公民的人士 传达护照的真正价值 据福布斯的报道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年 近日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 外国者地对空飞弹系统 但俄国军Moyarty 则指出 实际上被击中的是乌军的S-300防空系统 福布斯更进一步指出 俄罗斯无人机发现乌军车队的行踪后 俄军使用EC堪德以极音速地对地飞弹 从远处发射 精准击中乌军车队 导致二组外国者系统爆炸 乌军操作人员几乎可以肯定全部丧命 这次攻击标志着俄罗斯首次成功针对 并击中乌克兰的外国者系统 ERT的报道则提到 俄军声称是使用EC堪德以短程弹道飞弹 在距离顿内迟黑约67公里的地方攻击波克罗夫斯克 成功摧毁乌军的S-300防空系统 这次事件再次突显了俄乌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复杂性 据《太阳报》的报道 马航MH370客机自2014年3月8日失踪至今2月10年 成为民航史上最大迷团之一 英国之心飞行员哈迪认为 53岁的机长萨哈里可能有自杀倾向 并蓄意将飞机和238人一同聚入南印度洋 哈迪于2015年参与官方调查 利用顶尖飞行模仪器及分析异常卫星讯号后 提出这个理论 报道指出 机长起飞前要求为驾驶仓家多燃料同氧气 可能计划飞到无人之境 令乘客和机组人员失去意识后聚海 哈迪认为 飞机最终撞身于南印度洋的吉尔文克段层大 因地形复杂 残骸难尋 虽然尋获少量残骸 包括打撩到的金库也显示飞机最海时 可能有人控制 但自2017年官方搜索结束前 哈迪的理论仍未获证实 马航370客机失踪仍试过未解之迷 是米真如哈迪所言 机长蓄意罪机 令239人命丧南印度洋 至今仍有待确认 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乌战争期间 俄罗斯急需增援兵力 不惜用高薪就业同留学机会作有利 建印度年轻人去前线打仗 以至至少有两人因此战死 印度中央调查局7日揭露一个人蛇集团 利用网络广告吸引至少35名印度人 前往俄罗斯 实则送上战场 受害者家属说 死者原以为去俄罗斯只是帮忙 但结果是被逼参战 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 已确认其中一人死亡 印度中央调查局表示 这个非法集团在印度多个邦进行招募 并通过社交媒体和当地代理寻找目标 有些受害者更是被俄罗斯某些斯立大学吸引 承诺提供免费机票和签证 但到达后 这些年轻人就被逼受训 甚至被俄军强行派往前线 有部分人更因战斗受重伤 印度中央调查局 已在新德里 孟买等城市进行搜查 检获大量现金和相关证据 并逮捕数名涉案者 此事曝光后曾有印度男子录影求助 说被骗到俄罗斯军中引发热议 印度政府已经介入调查并联络受害者 据惠报的报道 坦尚尼亚东部上吉巴群岛奔巴岛发生严重事件 一群民众食用海龟料理后中毒 造成9人死亡 其中包括8名孩童和1名成人 另外78人需要送医治疗 政府已确认此事 并派出灾难管理小组到当地 提醒民众避免食用海龟肉 当地医疗官员巴卡里博士透露 所有死者都确认曾经食用过海龟肉 死者之中有一名成人 是在8日当日过世 而他还是其中一名小童的母亲 上吉巴群岛将海龟肉视为真咬 但因为龟类身上可能含有毒素 导致不时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事实上 2021年11月 坦巴岛就发生过类似的中毒事件 当时有7人食用海龟肉后死亡 包括一名3岁小童 另外3人急需医治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大家 食用野生动物要十分小心 以免发生危险 日本共同社报道 中国2023年版 中国核能年监揭露 2022年中国13座核电厂 总共19个观测站的排水中 含川量最高达到福岛第一核电厂计划 年排放上限的9倍 特别是浙江省的秦山核电厂 排放的含川量高达202兆倍黑 相比之下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含 含川量上限是22兆倍黑 中国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含有其他放射性物质表示反对 并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 而福岛第一核电厂因2011年3月311大地震受损 产生大量污染水 经过淨化系统处理后变成核处理水 储存在墙内 冬电自2023年8月开始将经过稀释的核处理水排放入海 并计划到2024年3月期间共排放31200吨 冬电稀释后的核处理水每公升含川量将不到1500倍黑 远低于日本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 至今日本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总署都认为福岛排放的核 处理水符合全球安全标准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包妹 海运巨头福贸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 今年2月10日在德州奥斯丁一次聚会后 驾驶特斯拉反主屋途中意外落水匿蔽 事发时 他试图掉头却错将前进档打成倒车 导致车辆倒退入池塘 赵安吉紧急打电话求救 但朋友无法及时到达 救援队抵达现场时 由于地形崎区大型车辆难以进入 赵安吉的车已全沉水底 最终虽然用长蓝绳拖起车辆 但赵安吉已经匿蔽 心肺复甦急救无效 布兰科郡警方表明 此是非典型意外 将进行刑事调查 直至排除犯罪可能为止 据CTV报道 一年前 温哥华华埠广场的中庭广场发生了一宗事件 一班华埠长者因为无许可使用该空间练习太极拳而被驱赶 但到了今年 经过一起唐人街组织同市政府合作后 这班长者终于在九日下午合法返到华埠广场中庭广场练太极 当日活动吸引了大批人士学习太极文化 其中包括去年被赶走的长者之一的马女士 他说 这次能够在华埠和社区公众一起练太极拳 对大家来说都是值得庆祝的事 马女士强调 提供这些空间给低收入长者练太极 对社区和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这样运动有助于保持健康和实践文化 多伦多一名女士 为了寻反它失踪的萨凡纳茅米卡 原上一万家园吸任何能够安全带反它的人 米卡是一只九个月大的鸿性萨凡纳茅 在Cosoloma附近失踪 猫主人说 原上的金额并不是重点 它最关心的是能够安全寻反米卡 萨凡纳茅是一种体型比普通家猫大的运种猫 价格可能会高达25,000家园 专家提醒 由于冬季气温低和猫咪对户外环境不熟悉 使得这些猫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变得困难 如果有人发现米卡 猫主人建议不要接近它 应立即摄影和通知它 它表示 夜晚的低温令它特别担心米卡的安全 它呼吁公众如果见到米卡 记得留意不要惊吓到它 同时尽快联络它 皮尔区警方公布 笨顿一名24岁男子 在一宗涉及无证汽车经销商和经纪人的调查中 面临超过160项控罪 这些经销商和经纪人被指涉嫌提供便利 进行欺诈性销售和转让车辆 事件牵涉到100多辆车 据称 这名男子在2023年6月至2024年初期间 利用安省交通厅和安省服务局的漏洞进行欺诈交易 他被指控利用第三方交易的方式 将盗舍的车辆进行重新登记 即更改被盗车辆的车辆识别号码 令它们变成合法车辆再销售 皮尔区警方表示 部分车辆已经被找到并确认是被盗 但仍有大量此类车辆在路上行驶 警方正尝试找到和扣押这些车辆进行检查 警方已经联络了多名受害者 包括个人和企业 他们的车辆都是由这名奔顿男子登记 目前警方相信 他的家人和密切关系人士 可能和这些罪行有关 预计将会有更多的递捕和指控 警方呼吁 任何曾经购买 或与这名男子有业务往来的市民 或者和他的公司Realty in the Building 有关的市民报警 以帮助寻找更多受害者和车辆